大家好,Rayko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Fragment的学习 来学习Fragment的创建 那么在上一节课里面 我们已经说明了Fragment它是一个UI空间 它主要是用来拆分一个Activity 以便在不同的屏幕上去更好的构建你的一个布局 以及重用一些代码 那么这个Fragment到底怎么用呢 我们今天从这个创建来说 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吧 那么这有一句话 来说明这个Fragment的如何去创建使用的 它说要使用Fragment 可以通过继承Fragment类来创建你的Fragment 那也就是说这个Fragment类呢 它肯定是这个相关架包里面 叫做framework定义的一个Fragment的负类 然后你现在要写你就要创建它的子类 然后呢 在你定义的这个Fragment类里面去重写 负类定义好的方法 以便 以便干什么呢 在这里面可以去加载你的Fragment的UI 初始化Fragment的Fragment的相关变量 以及控制这个Fragment和它相关的这个Activity的交互等等的功能 从而完成定义Fragment的功能 好 这段话大概就是说你要用它 你必须要去写一个Fragment的子类 然后去重写一些方法来做这些功能 你才能让它更好的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 好 那么一会我们直接用代码来演示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这第一段话 第二段话 它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需要给你这个Fragment呢 去关联一个UI 但是呢 其实也可以为一个Activity创建一个没有UI 只提供后台行为的Fragment 那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你刚刚说这个碎片呢 它是在Activity的所包含的一个组件而已 但是我这个Fragment被你包含进去 我可以不提供一个UI的显示 我只是把你容纳进来 相当于你是我的一部分而已 那么没有UI 但是我可以在我容纳的一些时间点里面 去植入我的代码 这个也是可以的 大多数情况下呢 肯定是会指定一个UI的 然后第三段话 这个Fragment的创建呢 比较灵活 它通常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可以是使用 XMAR标签来创建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相关的加二代码 来动态的创建 那么第二种方式 在实际的编程中 用的更多 更灵活一点 所以这三段话呢 大概说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还是以例子来讲解这些一些要点吧 OK 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ADT 然后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准备在一个Activity上面 把它画成两部分 上面是一部分 下面是一部分 但是我不会像以前一样 用两个 直接用两个View元素 来划分这两个部分 我想用两个Fragment Fragment 来划分这个Activity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例子 好 我们先建一个这个工程的名字吧 好 然后把这个报警号这个地方 改成这个 好 那么这个Fragment 刚刚说了 它是在Android 3.0以后才出现的 但是是不是3.0以前我们就没办法用呢 而不是 在第一节课里面我曾经这个地方有两个官方的文档 上面这个它是在Android.app 点这个价包下面的Fragment 另外还有一个Android.support v4.app的Fragment 这两个呢 就是为了解决高版本和低版本的问题 这个会涉及到我们后面会系统的讲的一个就是这两个的区别 好 这两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包一个Android.app.fragment和Android.support.v4.app 其实这两个价包里面其实都有这个Fragment的定义 但是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那么上面这个呢 是直接在3.0以后你就直接用了 下面呢 这个是需要为了支持低版本的时候你会用 那比如说我在2.3版本上也想用这个碎片怎么办呢 那就会依赖这个V4包里面的Fragment 所以这个地方说它们的区别会有低点 就是一个是3.0以后你就用它 如果是3.0前你就用V4 这是两个价包 这个是Android.app里面 这个是在Android.v4.app价里面 上面是3.0以后 这就写了 下面最低兼容的版本是1.6都可以 所以这个也是这两个的第一个区别 另外我要强调一下 当你在写一个app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整体的都用的是上面这个Fragment 那么你所有东西围绕着都用它 如果你是为了直接用的低版本 那么你就都用下面这个 这两个里面名字都是一样 还有它们相关的其他几个类名字都一样 但是它们是在不同的包装千万不要混用 千万不要混用 那OK我们今天这个吧 这个我就不从最小不写这2.3吧 我们先从高一点的版本来写 那4.03 然后Target的这个选上 选上好这个我们往后面走 好这个我们快一点 好这个我们先创建一个Activity 好IndexActivity 我们先创建一个工程 创建完这个工程呢 现在就是直接打开这个Activity的布局和Activity这个类 现在我们想把它划分开 划成两个Fragment 我们怎么来写 那么我们今天先学第一种 如果我是用这个Fragment的标签 我要怎么写 在这我先把这个关于菜单的这个代码先删掉 不用它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Activity Index 这个XML布局 好 这个我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改一下 这个不要了 然后呢 这个我都不要 算了我用LinearNateout来写吧 LinearNateout 好这是一个总的布局 好 我现在准备把它画成两两块 上面一块这个是Fragment 然后下面一块 比如说 那么首先用标签 那标签也要用引入一个Fragment 这个标签里面是有这个的 我们来打一下这个 这会有提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 大家会看一下 这就有一个 Fragment 那么这个我们还是一样的 我们先定一下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 比如说是MatchParent 那这个高度多少呢 高度 好我也写这个 然后这个Orientation 我们先把这个 纵向布局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这个放在它下面 所以我这个地方给 50dp 但是这样 所以我想把这个 画成两块 上面是一块 下面一块 对吧 那你下面这个 我们换一下吧 这个 这个不用 你如果用这个就太大了 那么随便换一个 我们写个200dp 200dp 这样 这是一块 这一块 但是填不满 那更好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那你就用权重来做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占5份 下面这个呢 只占1份 这有只在1份 那我就写这 然后呢 如果你用了权重 现在又是纵向物局的 那这个 0dp 下面这个 我写下 好 我们就这样写 然后这只是用了两个标签 准备来引入你的fragment 在这 对吧 大家看一下 现在要报警告了 报警告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 好 那么刚刚说了 你这个要用它 其实这个真正运行程序的话 是需要一个一个对象的 那这个对象是由一个类来的 所以你这个你这样写 你只是用了两个相当于fragment的 布局标签来用 但是真正他们引入的这个类在哪呢 你都没有定义 所以你要去定义你自己的fragment OK 我们来定义两个 那么上面这个呢 我比如说我叫center center fragment fragment 在这 你要让这个 这是一个普通的java的类 你要让它变成fragment 那刚刚说了 你必须要成为fragment的子类 好大家在敲这个fragment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会出现两个 你看一个是android的app里面的 一个是support v4下面的 好这个是在3.0以上用的 这个是相当于你要去兼容你的最小运行版本的时候用它 这两个不要混用 那我们今天先用这个 先用这个 这是一个对吧 我们还差一个 比如说我下面那个 我叫bottom bottomfragment 在下面 那你要去再去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 fragment的子类 那OK 那这个你的这个布局 其实引用的是谁呢 是不是就要引用这两个 你要把它这两个类写好 那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去写 clm. 我们的包名嘛 好 这个在哪呢 上面就是在clm lesson1下面的它 所以你把这个写上 好 第一个是centerfragment 好了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bottom 好 就这样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去定义一个ID 因为一会可能我的程序可能会用它 所以我去写个ID 这个ID我来定义一下吧 fragment 这个是center 另外一个呢 在这 id 好 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我 我想用两个标签 先在这个activity上 把这个activity 抛成两半 然后每一个呢 去 链接一个 fragment 它链接的一个是 centerfragment 说了 它这个其实 每一个fragment 是有自己的 UI的 那么关键是 你给上面这两个 fragment 去放一个自己的UI 放到哪呢 那个UI是不是 直接放在这个标签下面呢 它不是 它不是在这个fragment 下面去包含一个 你要放的里面的UI元素 它不是这样 它不是这样 它这样 它是自己定义的 那OK 我们来定义两个 xm 也就是这两个fragment 所包含的 UI 那么第一个 好 fragment center 那这里面用布局 那就随便你用什么布局了 还有其他元素 你都可以再包含 这个 一个 好 这是一个 near layout 然后呢 我把颜色 把背景颜色改一下 以便一会我们运行以后呢 我可以看一下它结果 比如说我写写这个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假设是另外一个fragment 里面要包含的 UI布局元素呢 那么我就把这个改成 bottom 好 然后呢 把这个颜色 背景色改一下 那么这个反一下 这个就是000ff 好 那我希望的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呢 你这两个碎片 这两个碎片 最后这个呢 包含一个布局元素就在这儿 下面这个包含的布局元素在这儿 那么这儿里面你就跟 activity一样 这上面你可以去加button 你去加textview 去构建你的这一块区域里面的 其他的view 对吧 那关键是怎么把这个UI元素 结合到我的这个类里面呢 那么在我们的思维导图里面 就是说了 你要去重写附内所定义的方法 这些方法就是让你去加这个代码的 那首先你要去加一个view的这个方法呢 在哪呢 你就要去重写这个方法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alright implement 拿在这儿 哪一个呢 这有这么多方法 这个这么多方法就是后面 我们要介绍的fragment的生命周期 它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的时候 就会掉这儿不同的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先学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uncreateview 这个方法呢 就是让你的这个fragment 去关联一个他想定义的一个UI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在这儿 那你最后他返回的这个view 这个view 你其实就想把这个center xml关联到这儿来 那这个在哪呢 他不是给了你这个布局管理器吗 我们去调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那么你是不是layout 你现在是fragment center fragment center 好 就是他 然后呢 通常应该是调这个container 这个容器 第三个选这个方法 他 这句代码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加载一个布局 加载一个布局 形成一个view 那么这个uncreate的方法 当这个fragment 被容纳到这个 这个activity里面的时候 在一定的时机就会掉 在这个掉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去 相当于我去读取和解析一个你的 你的UI布局 把这个UI布局 返回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填充到 填充到哪呢 就会把那个布局的元素 填充到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去 在fragment里面 首先去重写一个方法 然后uncreate view 创建一个view式图的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去 解析你想给它的布局 然后把它返回 那同理 同理我们那个bot那个 也是一样的 你也会去重写这个方法 在这里面去加载你的 加载你的布局layout 好 那就这样 那OK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 就创建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运行的结果 这个是模拟器 好 大家看 这个现在就是OK了 因为我上 上面那个 near layout 它是用那个黄色的背景色 下面是一个蓝色 大家看这个东西 就很像 我们在一个activity里面 这个上面放了一个near layout 这下面放了一个near layout 然后外面再包了一个near 你根本不知道 它其实是已经独立出去了 那么 这个分开了以后 你可以在这里面 再去布局你的center 或者bot里面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放一个textview 放一个button 放一个imagebutton 等等之类的 那就跟activity是一样的 但是我现在这种效果就是把一个activity 已经拆分成两个碎片了 它是由两个碎片来构建的整个UI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颗跟大家讲的 创建fragment 第一种方法 通过一个examere标签 并且 通过一个examere 先把这个区域划开 划开以后 它需要填充一个fragment的这个类 这个类 你必须要去写成fragment的子类 然后完了以后 在这个类里面 oncreateview方法里面 去加载一个你想给这个fragment 所填充的布局 那么你就去把你的这个布局examere 再给它 所以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 大概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去练习一下 我们在下节课再来深入的讲解 如果通过这个编码 又是怎么来做的 我们在下节课订阅上 我们在下节课订阅上 我们在下节课订阅上